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都一直下雨 很多地方都会淹 淹水 幸好一些盆栽的果蔬 还不是很糟糕 这边是红宝石芭乐 这里是莲屋 这边葡萄 已经萌芽了 西樱桃 五花果 这边 有一个 玉苗的红宝石龙叶 五花果 这边是一些 小小的 酥葡萄 酥葡萄 小小的酥葡萄 酥葡萄的 鱼苗 这边是红宝石 龙叶 这边 这里 这里 这次的下雨挺厉害的 可能是二十几年到现在 到现在 二十几年到现在的 希望呢 就是今天 不会再下大雨了 因为昨天晚上 连续一个晚上都下大雨 下到今天早上还在下 这边是一些扫皮 一些扫皮 一些扫皮 那边是还没完成 可能修制修业的 施加 还没完成了 幸好哈 这几个小时都没有下雨 所以现在雨水已经 往下降了 上次分享的 我们看那边 原来是 上面的 我就是会一起弄 可是后来呢 我看那边 来不及处理 来不及处理 还没找到梯子的时候 要突然下雨到现在 这几天都还来不及 才处理到一半而已 现在这边都一直满水了哈 这几天都是满水 我现在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现在只能等而已 这边 这边 我们看 那个家街的芒果 都还在积水 本来是要给它做一些 矮化的处理哈 可是现在我们看这里 这边水到积成这样子 现在要怎么办呢哈 还是要等啊 看一下 这边 今天早上水都满哈 现在已经往下降了很多 我们这里是比较高的山区 所以还好 我们这里是比较高的山区 可是平原的有些地方 水到积满到超过一米 很多家户都被淹没在水里了啊 这个 看起来哈 有些是 以后长大会不会是一样哈 也同一同一个它的籽哈 可是有些 就不是啊 红宝石 现在又变成一般了 这个 一二三 有三个 可是吃之后是 红宝石的籽哈 现在又变成这样子哈 还是有点莫名其妙 等它长大 看会不会改变啊 好今天呢 我的视频呢 就先分享到此而已啊 这个啊 希望这个小小的树葡萄会长大 再见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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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